最近,中东地区正处于多事之秋,国际各界的目光都在紧紧盯住伊朗问题。 在中东的另一处战场,叙利亚,各方也打得非常火热。 其实,叙利亚战争打到今天,插手的国家和组织时各手指头都数不清, 也正是因为各方势力的频频介入,才导致叙利亚战事久脱不绝。 自然,自诩反恐先锋世界警察的美国,就是其中最大的搅局者。 华盛顿所支援的库尔德武装,不仅在叙利亚地区,就连在伊朗、以色列、土耳其境内,都有他们的存在。 可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。 不过,到了这个时候,叙利亚战事也接近了尾声。 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组成的俄续联军,携手土耳其军队,狠狠打击了美国及西方所支援的反对派武装。 目前,这些反对派武装,大多归缩在叙利亚伊德利布省的一角, 随时有可能遭到俄续联军的剿灭。 也是在这个时候,库尔德背后的华盛顿坐不住了,欲采取紧急措施。 据环球网8日报道, 美国叙利亚特别代表杰弗瑞向德国发出邀请, 希望德方能派遣地面部队前往叙利亚, 以部分取代叙利亚地区的美军。 而华盛顿更是想让柏林直接派出军用教练机, 后勤专家前往叙利亚。 对于美国这种近乎无耻的理由, 德国直接拒绝了, 声称不会派兵前往叙利亚, 态度十分强硬。 德方给出的理由是, 在过去数年, 德军在打GIF组织上, 已经做出了国际认可的贡献。 很显然, 美国这是自己掌控不了叙利亚的局势, 不得不找自己的盟友帮忙。 但是, 谁都知道叙利亚的局势有多么乱, 背后还有俄罗斯、 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存在。 特朗普要拿德国士兵去当炮灰,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, 显然没有人会去做。 要知道, 在经过一年多的休整之后, 叙利亚政府军的实力已经恢复。 再加上俄罗斯的支援, 美国的势力被清理出局是早晚的事情。 就在7月6日, 俄叙利亚军又一次对伊德利布省, 发起了猛烈进攻。 一晚上的时间, 对该地区的反对派武装分子, 进行了40多次的轰炸, 投下了140枚炸弹, 数十名武装分子伤亡。 其中, 俄罗斯再一次派出了U-2AN-9战斗机器人, 奔赴叙利亚战场。 这样的战争利器, 为俄叙利亚军增加了极大的优势, 在战场上立下了极大的功劳。 此外, 俄叙利亚军突然对反对派武装发动袭击。 也正预示, 驻二者或已经下定决心, 要对伊德利布发起最后的攻势。 此次打击, 或许只是一个打前战。 并且, 有讯息传出, 叙利亚政府与俄罗斯已经开始进行会谈。 所以, 在美国即将被清理出局的时刻, 华盛顿方面仍旧不肯刺心, 执意要再事一事。 所以才有了要让德国派兵的要求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德国在拒绝华盛顿方面的请求时, 也耍了一个小心眼。 据新华网九日报道, 美国在堆兔德国向叙利亚派兵时, 似乎意外引发了德国的内讧, 对于派兵一事, 出现两个态度截然相反的声音。 德国执政联盟的顺民导人, 率先拒绝了华盛顿的号召, 称我们不会让地面部队出现在叙利亚。 态度十分强硬。 但联邦议员联盟党, 却传出了这样的声音。 不应不假思索, 就拒绝美国的要求。 表面上看, 德国的执政联盟为了美国, 内部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议。 但实际上, 这有可能是德国在唱的一出戏。 一个唱白脸, 一个唱红脸。 第一, 如今, 美国可拉下来脸求德国帮忙。 就说明他们真的到了迫切需要雪中送炭的时刻。 第二, 作为美国的盟友, 直接毫不留情地拒绝请求。 在盟友关系上是说不过去的。 第三, 既然不想派兵, 就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。 内部争议是最恰当的一个。 摆明了是要对特朗普说, 不是我不派兵, 主要是他们意见不统一。 我只能尽力试试。 而这个尽力试试, 就代表住拖延, 等到俄续联军打下一得利补了。 说不过还没试出来, 这一招, 就是最常见的拖字诀。 所以, 我们能确定的一点是, 德国是不会向叙利亚派兵的。 这一点毋庸置疑。 最后, 从整个中东的局势来看, 其实早在特朗普派兵波斯湾, 将注意力转向伊朗时, 对叙利亚的关注, 就已经放松了。 俄罗斯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 携手叙利亚和土耳其, 抓紧了攻击力度。 所以, 从特朗普在针对伊朗开始, 就已经奠定了美国要出局的下场。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, 伊朗拖住美国, 最大收益者是俄罗斯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至于德国, 他们当然不傻, 叙利亚战士马上就收尾了。 美国要求他们进入, 摆明是要拉住德国往枪口上撞。 这是谁能愿意做, 并且,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, 美国在中东真正的麻烦, 或许正在来的路上。